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个引发巨大争议的事件 中信箭头头刑部实习生在社交媒体发布短视频 意外泄露了IPO项目 随即引发了金融圈的强烈反应 这段不到一分钟的视频展示了实习生奢华的生活方式 包括豪车和高尔夫 并且明确曝露了中信箭头正在推进的IPO项目名称 财务诊断报告等机密信息 中信箭头迅速做出回应 终止该实习生的研学并启动问责程序 这一事件正值金融行业普遍降薪 裁员的艰难时期 曝露了行业内的诸多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投行实习生短视频引爆航情 豪车与高尔夫的背后 近日 一段由中信箭头证券实习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短视频迅速引发了公众关注 根据财新报道 这位自称是985大一学生的实习生 不仅展示了其在中信箭头投行部实习的生活 还在视频中包括了豪车 高尔夫运动等高消费细节 这段视频在引发广泛关注的同时 也暴露了中信箭头正在推进的IPO项目的机密信息 如项目名称 财务诊断报告和银行征询函等 中信箭头于7月26日紧急回应称 这段视频是在其暑期研学期间擅自拍摄的 视频内容涉及公司客户的敏感信息 严重违反了公司的合规管理规定 因此 公司已经责令该学生终止研学 并按照相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 中信箭头还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 严肃纪律要求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6日晚 该中信箭头实习生表示 近期 本人上传至公众媒体的个人生活视频 并被不实猜测和杜撰 目前网上有关对本人身份的讨论 均为不实信息 本人父亲系王超 已退休 本人已经深刻认识自己行为过失 对自己的过失深表歉意 在此次事件中 暴露出的三个IPO项目 分别是天津 望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和国能信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望远科技主营 泳池清洁机器人 曾在2022年10月末向深交所提交了IPO申请 但在2023年9月终止审查后 于2024年3月15日撤回材料 作为其保健机构 中信箭头 仍在与项目方继续沟通 显示出其再次冲击IPO的意图 海柔科技和国能信控 暂未查询到辅导备案的信息 推测应属于IPO项目储备或尽职调查阶段 海柔科技成立于2016年12月 专注于提供高效的物流自动化解决方案 国能信控则成立于2003年 前身为北京华电天人电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刚在2024年7月完成股份制改革 一位资深投行人士对此表示 IPO项目对外一定是闭口不谈的 因为这些财务数据和问询函等细节 都属于商业秘密 即使只是泄露了客户的名字 也可能让竞争对手获得关键的信息 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 事实上金融从业者及其家属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高收入和奢侈生活细节 而引发争议的事件并不罕见 上述实习生在事件曝光后也表示 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 此次事件发生在金融行业普遍降薪 裁员的背景下 更是加剧了行业内的矛盾 从2023年8月27日起 证监会在其网站发布了 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 优化IPO在融资监管安排的文件 提出阶段性收紧IPO节奏 以实现投融资两端的动态平衡 市场普遍预期IPO新股发行节奏将会收紧 这导致投行从业人员产能过剩的现象愈发明显 整个行业都是数欲进而封不止 能够转岗而非直接辞退算不错的了 一位业内人士评论道 投行一个IPO团队少则时数人 多则多达20 30人 现如今许多从业者却无项目可跟进 部分还不得不转岗到有机会的北交所和科创条线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中正协 2022年4月发布的证券公司文化建设实践评估办法 实行加强生育约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该办法新增了一项指标 要求券商建立人员生育信息管理机制和维护公司形象的机制 公司文化建设实践情况如果不完全符合基础指标要求 在自评时每项将扣0.1分 中正协还将根据券商文化建设实践评估的分数高低 将券商文化建设实践评估结果分为A B C D等四大类十个级别 2024年5月中正协对外表示 如果在评估过程中或发布后 致券商分类评价结果形成前 公司发生重大生育事件 经评审专家小组评议并征求监管部门意见后 中正协可在本年度实践评估中予以扣分或调降级处理 此次中信箭头实习生短视频事件不仅仅是个别学生的行为问题 而是折射出金融行业内部管理和文化建设上的诸多挑战 金融机构在面临市场和监管环境的双重压力下 如何平衡业务发展与内部合规管理 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守住职业操守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此次事件可以看出加强内部管理和员工培训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金融行业这个高度敏感的信息市场 中信箭头表示 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和纪律要求 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然而如何在实际操作中贯彻这些措施 依然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 在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中 信息的保密性和员工的职业操守显得尤为重要 希望通过此次事件 各大金融机构能够引以为戒 加强内部管理和员工教育 提升整个行业的合规意识和文化建设水平 此次中信箭头 实习生短视频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其背后反映出金融行业在市场和监管的双重压力下 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矛盾 通过这个事件 我们看到了行业内部管理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也希望金融机构能够引以为戒 加强内部管理和员工培训 共同提升行业的合规意识和文化水平 某个晴朗的早晨 当大家还在挤地铁公交上班时 一辆闪亮的保时捷跑车 在京城的街道上 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 使进了中信箭头证券的大楼停车场 没错 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一位985高校的体育生 现年大一的他 正在中信箭头投行 部门实习 没想到 这位实习生凭借一段短视频 一夜之间成为了金融圈里的超级大瓜 视频一开始 这位年轻的金融新星 就用一辆金牌保时捷跑车 宣布了自己的存在感 车速风驰电车 好像是要告诉全世界 看我来了 而更有趣的是 他到了公司后 还不忘拍短视频 似乎要分享自己这豪车实习生的一天 然而视频中 不仅有他在中信箭头的打卡过程 还不小心把三个IPO项目的信息 给泄露了出来 信息一目了然 分别是1X科技 海X创新 和国X信控 这几家公司 目前正处在上市关键阶段 而中信箭头 作为保健人 自然有义务保密这些细节 毫无疑问 这段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 引发了金融圈的地震 网友们纷纷调侃 这位实习生的这一天 简直是金融圈的完美一天 开着保时节 在高尔夫球场挥洒汗水 晚上还能有余力打一场羽毛球 真是令人艳羡不已 一时间 金融圈遍地是富二代的说法 再次被验证 张雪峰说没背景的 不要学金融 果然没错呀 一片感叹声中 视频的男主角身份 也被迅速扒出 他是来自华中科大的体育生 还是亚洲大学生武术 锦标赛的冠军得主 网友们纷纷调侃道 看来这回真的是 全打金融界了 尽管视频中的生活 看起来像是 金融圈的标准配置 但泄露客户信息 可不是小事 中信箭头的反应 也相当迅速 他们第一时间 责令该学生 终止研学 并启动了 对相关负责人的 问责程序 客户的机密 信息被泄露 谁都得承担责任 而这位体谈明星的背后 家世如何 大概也只能是不可说的秘密了 有意思的是 虽然中信箭头 2023年的业绩 并不理想 营收和归母净利润 都出现了下滑 但员工的年薪 却依然高达61.82万 平均月薪超过了5万 难怪连体育生 都要争相进入实习 毕竟这可是一个 可以兼顾豪车 高尔夫和羽毛球的美差 总之 这一天的视频 不仅让我们 见识了金融圈的浮夸日常 还狠狠地扒了一把金融圈的瓜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看中信箭头 接下来会如何处理这场 视频门事件 而这位实习生 也许在他未来的职业规划中 会对社交媒体 保持更高的警觉 关注我们 聊聊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朋友 实习生炫富泄密事件 真是反映了当今社会的浮躁心态啊 这就像是水浒传里的林冲 被逼上梁山 但这实习生是自找麻烦 我们要理解 金融行业的保密性是至关重要的 像这种实习生随随便便的行为 不但破坏了公司声誉 还让客户的商业秘密暴露无遗 这无异于给同行送了一个大礼 中信箭头的快速反应和问责 表现了一个大企业应有的危机处理能力 楚天书 你这话就有点严重了吧 搞得跟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一样 草木皆兵 大家不就是想看个热闹吗 这实习生也许只是想炫耀一下 没想到闹出这么大动静 再说了 这种炫富的行为 在当今社会也不是稀罕事 各行各业都有 大家看看笑笑就行了 至于上纲上线吗 谢琪琪 你说得轻松 你要是那几家IPO公司的老板 恐怕现在心里已经是火烧赤壁了吧 商业秘密一旦泄露 竞争对手就有了先机 这对企业的发展可是致命的打击啊 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表面风光 内里却已经千疮百孔 再这么下去 恐怕要不他们后尘了 企业的声誉和客户的信任可不是儿戏 别因为一个实习生的小动作而毁于一旦 楚天书 你也太吓唬人了吧 IPO项目那么多 这次不过是个例外 而且这个实习生也没什么恶意 不就炫耀了一下吗 这跟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大闹天宫可不一样 没那么严重 再说了 银行券商那么多家 谁会因为这个小失误 就完全失去信任 大家都在看热闹 谁会真当回事 而且中信箭头的及时处理 也是体现了他们的责任心嘛 大不了以后多注意点 谁不会犯点错呢 谢琪琪 你这简直是聊斋志义里的狐妖作祟啊 迷惑人心 商业秘密保护是法律规定的 IPO项目的客户信息一旦泄漏 法律责任逃不了 这个实习生虽然年轻 但他的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中信箭头的快速反应和问责 不仅是为自己负责 更是为整个行业树立了一个标杆 未来每一个想要进入金融行业的年轻人 都会以这件事为鉴 懂得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这不仅是对公司 也是对整个金融行业的保护 楚天书你也别把这是说的跟风神演义里的风神榜一样重大 实习生犯错确实不对 但也没必要把它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金融行业确实需要保密 但也需要宽容和理解 年轻人有时会犯错 但犯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培养他们的职业素养 而不是一味的苛责 中信箭头的问责是对的 但我们也需要给年轻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不然这金融圈可就真成了铁板一块 连点活力都没有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订主观 赞 订阅 字幕 changed 72-9-11-3-0-0-2-0-0-1-3-0-2-0-4-0-1-2-0-3-0-1-3-0-2-0-1-4-0-1-2-0-1-3-0-2-0-2-0-1-0-0-1-3-0-3-0-1-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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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1-0-0-1-0-1-2-0-3-0-1-0-1-0-2-0-1-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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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0-1-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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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